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那扎眼姐姐、陈玉琪客串、丁孝盈隐恋人 陈毅新剧阵容有点炸裂 陈毅的功夫篇《傅山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正式开拍 《傅山海》的官方微博在4月30号已经确定了陈毅的男一号 至于女主等人选暂时还没有公开 影迷们东想西想对节目的结构十分担忧 结果两周之后陈毅竟然没有提前通知就开拍了 而且拍摄的时候演员的名单也很明显 陈毅、古丽纳扎、陈玉琪、刘孟瑞、黄俊杰、黄日盈、林泽辉、陈宇斯、丁孝盈 《傅山海》的团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有些炸裂 好处是里面的女主角各个都很漂亮很适合古装戏 古丽纳扎长得漂亮、长得漂亮是在内于最漂亮的几个人之一 据报道,纳扎将出演一部电影《傅山海》 男主角的妹妹萧雪鱼 陈玉琪长得很漂亮,如果不是怒目而视 那绝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女人 最让人意外的是,她深夜才接到《傅山海》的任务 凌晨零点就签了合同,第二天一早就开始拍摄 哪怕陈玉琪只是一个配角,也实在是太仓促了 刘孟瑞作为《傅山海》网络小说中的一名女性演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傅山海》的小说中,萧秋水的正妻是唐芳,一个涉事未深,惹是生非的女主角,这样的角色并不受欢迎 从这一点来看,女主角还是很合适的 《零零后》刘孟瑞一看,就是制作公司重点培养的对象 在《莲花楼》中出演了《昭灵公主》,长着一副娃娃脸,看着就像个小姑娘 而且她的表演水平也不差 不过,唐芳这个角色的归属还没有确定,一切都要等剧组宣布之后才能确定 黄日盈,90后,与李若彤长相相似的年轻女孩,最擅长的就是穿着一身古装 丁孝瑞,长得跟张伯芝一样,在《雪中和刀行》中饰演一只小鸟,也是个很有魅力的角色 有消息称,丁孝瑞出演了赵诗蓉,而成毅则扮演了李晨舟 《玲珑》中的冷艳美女无缘,就是陈宇斯 赴山海的演员,都是穿着古代服饰的美人 但是往坏处想,整场戏里的男主角,除了成毅,要么是沾呼呼,要么就是身体不好,谁也撑不住 其中就有一个叫黄俊杰的,他以前睡过一次床,长相还可以,但名声却不怎么好 赴山海的剧组很难凑到一起,很可能是要以一己之力,拉一艘航空母舰出来 只是这出戏和一条人命,谁也不确定,会不会因为成一句话,就变得正直起来 事实上,只要是喜欢这部小说的人,都会觉得这部电影是一个超级男主角 距离诚意在《傅山海》中一人独演三个人,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主角 《傅山海》是根据文瑞安的同名小说《神舟奇侠》的故事 以《潇秋水》与李陈周魏主角,一个是历经磨难而变得更加强大的年轻英雄 一个是权势滔天的帮主,他们没有任何的联系,但却有着一张相似的面孔 从《傅山海》的官网介绍来看,这是一部完全被改造成了一部穿越剧 一位喜欢看武侠小说的人,在残酷的生活中失去了自我 他以《潇秋水》的身份,在江湖中闯荡 从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位重情重义,保护国家的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